還有各種英雄的不同亂七八糟的 總的來說也說不好 看一下東西被你扣一下子的 這誰受得了 這誰玩的過你啊大哥 怕的 去修練個幾年再來招安老色卡 Q的還挺準 帶三個層少的不是更厲害 可是最多只有只能帶兩個成長的 怎麼帶三個他總共就只有兩個成長的你怎麼帶三個 炮車炮車哎呀今天是汽車人啊 今天所有的小兵都補到了三波兵十八個 三波兵十九個全補到了就炮車被鬥了 亞雷溫啊 純純的汽車人 接受不了 就所有的小兵都補到了就炮車被鬥了 就所有的小兵都補到了就炮車被鬥了 就炮車被鬥了 吃不下了 啊 咦 怕死啊 死不了啊我好久 可惜啊老鐵 奇差一招啊 我就感覺我死不了 只是炮車人 答案 可以吃我了嗎 他只必能不能吵死啊 好久哦 甚至去振車人 過幾招 這波爽了沒有塔藥都不適了 他这波如果打野不来的话 他就要烂掉 他这个血量我下一波可以秒他 哎哟 怕了你了 怕了你了 都说了怕了你了 哎呀 输了 没躲掉这个Q 躲掉这个Q的话真没躲而已了 应该再等一下 有点着急了想杀两个 反正确定的速度才刚刚开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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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hru 出生衣才是重中之重 他用的太快了 这一般是留到第2个 把第1个用也有点不够 这个萌多他打得好凶啊 我感觉他非常的想跟我操作 但是你这样这么喜欢操作的话 你玩萌多的话是不是有点老鼠 哎哟 好打了一个 下雷的温暖 我还真被操作了 来 好打了一个 我刚才一个Q打出去我可以出塔 好像有点动作 有点太没把对面当人的我感觉 小八av 呵呵 蛮的好死 吼 赵 要我哪里抖 直接强行給對面送 這把不能這樣玩 我感覺我在這樣玩要被我送輸 我感覺這把也不行 我感覺好抽象 其實正常來說打門桌這種東西應該是發育 但是我好像有點太想殺他了 主要是他自己玩的也給機會 他自己玩的也給機會 然後就想破掉他 玩的有點太兇了 這把遊戲後期打蒙多 有這個小火龍 雖然說小火龍被虛了 但是他的 打肉能力應該還是在 把肉能力還是在 這個蒙多玩的太兇了 好久沒有碰到過這樣的蒙多 搞得我有點懵說實話 他這玩的不像是蒙多 他這玩的像是落手 他這要瘋狂的跟我幹 這玩的那好舒服 這玩的不摸手 見到我就要上來跟我A2下 是怎樣 意思是打不夠武器 打武器這種東西可以打但是沒有必要 唉 牛者是個禍害 你把他搬了也不影響什麼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出場率最高的 然後比較難打的英雄 他的出場率太高了 就是你只要不搬 他就馬上就輸了 基本上就打不了別的英雄 然後就玩得很沒有意思 哥們怎麼就開大給他秘好了呢 我還浪費我雞跑了啊 浪費 浪費浪費 我沒放過武器 對呀 除非是他自己的範圍裡面跑出來的 你們看這這蒙多 這不 神經病 他這哪玩的像蒙多呀 我手機十號 這哪玩的像蒙多啊 這不是神經病 他真的給我整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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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有人蒙多玩的 哪有人蒙多這樣玩的 我都準備好這局 就是跟他混 就是跟他發育 然後打團了 結果他跟我來這麼早 這誰受得了 哪有成功 他沒有人 在那裡 我沒有人 他有個案子 他沒有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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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安溫溫,五地老二 去金融子,總是重職 沒啥去的必要啊,直播先放,先放給他 但是我們可以推個塔 他要打先鋒的話,這個塔我必拿 然後他上來的話,我們先秒人馬就可以 反正他上來了,咱們就先秒人馬就完蛋了 就這麼輕鬆一下一 一打二,沒打過耶 只要咱們把技能留給剛來的人馬就行 就是要保證人馬來的時候咱們可以 那就可以了 對,沒打過耶 哈哈 你的隊伍已經破了 破了 此地故意交流 哈喽,你好 一个维鲁斯看到一个全技能开着急跑的猴,还不可以可以,我真的想象不出来那种感受 一个维鲁斯看到一个全技能开着急跑的猴子 想想准备了 要干嘛啊 这人他怎么敢W 脱威克 0 1 3 4 4 我看看这塞拉是什么的事啊 我看看这塞拉是什么的事 不是你这萌多真的有点 原来不是我的错觉啊,他真的有点问题,他这人真的有点不怕死 有点怕 有点怕的 有点没法自己当人 他这个人马好像是没大了 我现在去冢队 没法自己当人 你的攻击是被逃逃了 你的团队弄了一车 就算了 Homar 阿姆的AQ 比阿玛丁